王大姐 这个海栗子是已经超服了是吗 对啊 现在要做什么呀 现在做扎粒黄 第一搞啤酒 加啤酒啊 为什么要加啤酒呢 啤酒扎的颜色黄 卖了虾锅呀 它吃得还脆 王大姐的秘制扎粒黄 有一个隐藏的独到之处 就是所有的调味料都放进了面糊里 而主角蚝肉 自始至终除了用水超过以外 没有任何再加工的步骤 其实这道菜的成功与否 就在于既要满足传统油炸食物的酥脆咸香 同时还要保证生蚝内部的软嫩多汁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在锅边上烫烫的 半天生一样 这跟吃那样炸酥肉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 不一样是吧 虽然外面也是酥酥脆脆的 但是一口咬下去 有那种汁水出来 所以我们要加工的汁水出来 所以我们要开工的汁水出来